自己的交易 就是你到底怎么来复盘自己的交易 这个可能就是今天时间不够 我就放到那个周日的这个 就是直播里面去讲吧 好吧 那么 你们也可以听一下 对吧 你自己对自己的这个交易 你复盘应该是怎么复 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 好吧 好那 讲一下这个 就是 交易啊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啊 有人看我朋友圈对吧 今天我买了这个股票 买了这个股票 最终呢 也没有封住涨停 弄掉 但是早上 他就是符合买入买入的 因为我集合竞价就知道了 对吧 就是买入 然后他今天这个铜箔嘛 对吧 又是个点 就是这个 AI的技术路线 但是市场实在太差了 对吧 最高的时候 他封了六个亿的单子 都没有大 没有封住 就那个 那么 我就说一下应对啊 应对 那一般来讲 如果这个股票 明天 因为我买的低嘛 对吧 这个股票 如果明天 这个大幅低开 比如开七个点以下的 对 开七个点以下的 那 只要有反臭 我都会走 因为这就是落了 如果 明天像这种股票 开盘 开在四个点 就是负四个点以上的 对吧 就比如说 他就跌了百分之二点几 百分之三 那我会看一下 看看他反臭 这个上影线的力度怎么样 然后我再决定 抛 对吧 或者抛还是留 好吧 那以后你们碰到这种事情 也是这样解决 因为二十厘米的票 是不能 开在七个点以下的 不能开在七个点以下 对吧 那这个 比如说 我昨天是买了这个 对吧 北方长龙 因为他打了个对准 今天就很小心 那么他今天呢 开盘的时候 没有开那么低 对吧 开在这个位置 开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也没全部走掉 我抛了一半 就这个地方抛了一半 因为他上不去嘛 就是上上上上去又下来了 对吧 那我就抛了一半 再等等 因为他我觉得他还是挺强的 一般来讲 我说的是开盘 不是盘中 盘中我不怕他跌七个点的 七个点他肯定会拉回去 八个点会拉回去 我说的是开盘 开盘很重要的 开盘的强弱很重要的 对吧 开盘的强弱很重要的 我不怕他开盘开的 就是 我怕的是开盘开的低 开盘开的高的话 他总会有拉回去的时候 对吧 那当然我不是做推荐 我就跟你说一下方法 我再说一下方法 对吧 我不跟你来推荐股票 对吧 你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就是 你自己的想法是不一样 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 我只告诉你 对于20厘米这种票 是怎么回事 好吧 是怎么回事 好 那么 然后再看一下那个 这个是业绩票 对吧 那业绩票 这些都是业绩票 那么 凯中精密昨天是长上瘾 今天是走得很强 那么这个股票 依然维持在强势 正常情况下 它应该是要往下掉的 但居然今天历史没有往下掉 所以那 五日均线这个位置 或者这个涨停板的位置 对吧 就这个涨停板的位置 就是它的短期的强弱分水领 在这上面 比如说它 再掉下去 也不破这个位置 那我觉得依然还是 可以考虑 就这种这种股票 就是你还是可以考虑 它的强度 后面可能会就市场可能好的时候 它会走得更好 走的时候会会更好一点 那么其他呢 就是像这种 对吧 就反复跟大家讲过了 就随便做出差价了 知道 因为不是特别差的 业绩各方面都是很好的 对吧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是这个 对吧 这叫新元 新元股份 我把它加进去 把它加进去 新元对吧 今天一度盘中涨停的 一度盘中涨停的 但是也是价不出落 对吧 价不出落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它没有公告业绩 但是它公告的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 营收 营收 公告的它是它的营收 看一下 就营收 对 第二季度的营收 比预期增长 反正就是 而且呢 大量的订单 正在转化为收入 这个人家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对吧 那么这个位置又比较低 所以呢 今天芯片反弹 它就 容易上去 那今天实在是 市场太弱了 对吧 正常来讲 如果市场强一点 像这种票今天就能够 风势涨停 那么这反正也是有 业绩加持的 其他像这种呢 一般般 因为为什么 它是属于新能源板块的 所以这个东西要等新能源 我跟大家说一下 像这种票等新能源 晒到回来的时候 它也会往上走的 也会往上走的 进了 那么 其他的都是 老样子了 对吧 这个也是的 这个票有可能会走趋势 均和股份 有可能会走趋势 因为它这里是一个涨停板 大家可以看 对吧 这就是公告业绩的时候 是这里吧 好像这里 这里 对对 这里 它是公告业绩 那后面你看 它一直是走在 这个也是公告业绩的时候 对吧 它一直是走在这个地方 虽然没有跳红缺口 但这个股票走的还是蛮好的 这个股票呢 反正就看看 有没有可能后面走成趋势 基本上现在能让我挑出来的 对吧 要么就是没有 这个票呢 因为它位置比较高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这种票位置比较高 所以我不太会选择位置高的 一般都是选位置低的 选位置低的 因为行情好的时候 位置高的它会是加分项 反而行情不好的时候 位置低的反而都不见得 有什么大的问题 这个就是目前的这种 业绩票的备选 大家反正可以参考一下就行 好吧 就是理由啊 交易的方式啊 什么我都跟大家讲过 就跟大家讲过 好吧 那么这个是就是 有更好的我会加进去 每次反正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业绩票的展示一下 那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吧 就是到时候我们来统计一下 就是现在我们反正慢慢 一个一个加码 到时候我们来统计一下 什么叫统计一下呢 现在7月份对吧 我们到 呃 9月底吧 对吧 我们就统计到9月底 我们到时候统计一下 这个业绩票的具体总是怎么样 对吧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我是一个 这个产品的经理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基金经理 那我做的事情就是每一只股票 我平铺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股票都是 都是这个去追高 对吧 就是我想买一只股票的时候 平铺 比如说 呃 最终我选了20只股票 对吧 那每只股票买100万 我举例子啊 每只股票买100万 我平铺以后 我最终看我的这个叫做 就是业绩线的收益 怎么样 对吧 比如到9月底了 我的业绩线收益怎么样 那么大家当然没有这种 你没有那么多的钱了 你不可能是平铺了 所以我只是说告诉你什么呢 就方法呢 也告诉你了 对吧 怎么选择也告诉你了 哪些买卖点什么的 我都说过了 对吧 就不断的跟大家细化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你可以做跟踪 到9月份的时候 你也可以跟踪一下 那么你就知道了 哦 业绩票的套利怎么做 对吧 每一年的中报 季报应该怎么做 对吧 怎么能够获得利润 对吧 那么 我觉得多多少少吧 我不敢打保票说 因为还有买 有可能有的人买到了这个 最好的 对吧 有的人没有买到最好的 但我觉得套利应该是可以的 套利也可以 因为我自己也在这里面套利过 对吧 我就跟大家讲 我现在第一次的套利 20% 你就知道我买过什么股票了 对吧 这个没跟你们吹牛逼 我这个 我就不发给你们看了 我今天这个 就这个五百八 我涨顶板上抛掉了 就涨顶板上抛了 就20%的套利 对吧 而且我是挂单的 因为我挂单是什么 因为我要给大家做那个 这个语音嘛 对吧 我就直接挂涨顶板的价格 就是顶上去的时候 就直接涨顶板的价格 挂了 而且挺有意思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居然能给我挂 我以为是可能废单 对吧 我以为是废单 这个所以 每个交易商我派一样 就挂上去了 他就涨顶了 所以这些东西呢 就是 我也不知道 交易商是什么情况 对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有的时候 因为比如说 你自己判断 今天芯片股会有反弹 对吧 然后昨天 客上班也有机会 那么这时候呢 就他往上拉的时候 我就觉得 有可能冲击涨顶 就会把我的单子打掉 对吧 那 如果有的时候 为什么要挂单呢 挂单的技术是在于说 我吃不准 他能不能封得住 那万一封不住的话呢 他只要封了那一刻 我的单子就会被打掉 对吧 就大概这个意思啊 就反正就 弱势肯定是这样做 因为我也没指望说 半导地板块 能够在这个位置上 连续性又很强 对吧 连续性又很强 所以这就是 反正你知道的 这个套利的模式 我肯定 这业绩票里面 我就是这一版里面 对吧 我现在还剩下一只 我还剩下一只 就一只没了 就一只跑掉了 我还剩下一只 对我来讲 就是每年做业绩票 净利润断层的 我都是先以 套利的心态去做 好吧 我反正就是跟大家说实话 因为我们这里也有 讲净利润断层的业绩的 也讲了 讲了两年吧 肯定有 对吧 所以其实每次都能够做到 当然 这个可能 当时有人做那个 剑桥科技的时候 是赚的最多的 对吧 那这个因为 每一年的行情不一样 每一季的 个股的净利润断层也不一样 所以不能够以 所有的 所有的股票都是以这个统计 但我觉得 在这里面 毕竟不管怎么样吧 在这里面 你看 搞点 这个 差价吧 或者是套点利 应该还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再来把板块 细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目前为止 就是能被我选上的 对吧 就是这些 你看元器件跟半导体是最多的 对吧 元器件跟半导体最多的 那么既然是元器件跟半导体是最多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半导体板块 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中爆 如果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中爆是非常亮丽的 对吧 其实半导体板块的一季爆也不差 但中爆如果比一季爆还要亮丽的话 那么我相信半导体板块会被机构盯上 因为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说 大资金它一定是要考虑 基本面的 它不可能什么都不考虑 就埋头进去了 对吧 那么也就意味着整个半导体的基本面是非常好的 那如果半导体的基本面比较好的话 剩下的就是什么 等到市场回归的时候 那些有基本面的东西 它会率先反映在盘面上 也会率先表现在股价上 好吧 那这个 其他就没什么了 因为ST这个东西应该涨的 我就不想跟大家讲 对吧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纯粹筹码国异 板块 这个 今天其实就轮动板单的这个 然后商业连锁这块呢 虽然是涨的 但这种持续性也很差 因为它更多的是税改的一个分支 为什么说税改的分支呢 比如说茅台也可以当做奢侈品 对吧 那真正的奢侈品是什么呢 今天我有个朋友问我 我跟他开玩笑挺有意思 他问我 他说为什么许家会涨停了 就他问我 为什么许家会就一下子就涨停了 为什么百年股份没有涨停 对吧 大家都知道百年股份是什么呢 就上海的嘛 给他吹吹牛 百年股份其实他很大嘛 就是那个比如说许家会有东方上萨 对吧 这个第一百货这些东西 对吧 都是这么百年购物中心 都是百年集团的 但是呢 许家会为什么特别好呢 因为在许家会有一个叫港会横楼 港会横楼大家知道 他就是这个买奢侈品的吧 对吧 LV啊 Gucci啊 这种这个BV啊 对吧 这种大牌的东西都在这里面 所以呢 那大牌的东西不就奢侈品吗 所以他容易涨停 那接下来不是就是奢侈品的这个税吗 对吧 这税改吗 还有什么呢 未来的会所经济 未来的会所经济也是一样 那会所里面呢 就有高档消费了嘛 对吧 高档的酒啊 等等啊 这些东西 所以呢 他也牵涉到餐饮啊 这些对吧 所以据说是以后的这个什么 私房菜这些都是属于会所性质的 这个这个娱乐餐饮的 对吧 有可能这种税率啊 这些东西都是 就是要试点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百货商店 对吧 就这些百货商店啊 这些东西都都上涨了 但这个呢 纯粹就是 怎么说 就是影射到的这个 分支嘛 对吧 税改的分支 所以没有什么持续性啊 明天就不要去上头追了 好吧 现在这个行情呢 也不太适合追 风险的来源主要来自什么呢 风险来源就是 来自于 这个涨的比较多的股票 因为之前我跟大家讲过这个股票 大家还记得 我说这个股票四个涨金嘛 翻倍了 对吧 翻倍了 那我认为这种 就在这种小周期里面 它就是个示范点 基本上就这个就到头 就一波行情翻倍就到头 所以当你的手里的股票 或者说你买过的股票 有接近要翻倍的 像这种 这个它不见得每天涨停 对吧 就反正就是阳线阳线上去涨 要翻倍你就应该卖 其实就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好吧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从今天的情况上来讲 对吧 包括稀土也没走出来 这个税改也没走出来 对吧 也都是分歧很大 那就代表什么呢 就是现在的题材 很多时候因为成交量的补给 很多时候题材就是一日游 什么叫一日游呢 就一天打到高潮 第二天可能只有极少数的股票才能胜出 大部分的股票就会沉下去了 你要去追 肯定就要吃药 你看现在排面上这种 今天跌的多了 都是这种像这个 这种已经很强了 对吧 已经昨天很强了 今天都是大跌 对吧 就是开盘基本就是最高价 然后就往下跌 那么现在就是你做交易的时候 就千万记得 就是我已经 就课程前面 对吧 我已经讲过了 如果今天我们要封道板 怎么办 明天怎么应对 什么样的低开 是一定要走的 对吧 什么样的低开是可以看看灯 等这个拉上去 你再看强弱度的 所以反正就是 你要做短线 你这些东西是一定要学的 对吧 你就一定要看的 就不能说 就是 应该这么说吧 你不能埋怨任何人 对吧 有的时候真的是 你当天买了个涨停板 第二天都有可能亏钱 这个很正常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要应对一下 要应对一下 就第二天到底应该怎么办 眼下的很多的这个 好 看一下 就10厘米的票 对吧 这种10厘米 这个好像 这个票也是 炒的也是这个吧 炒的是那个土改 土地改革 对吧 像这种呢 一块钱的东西 我是不碰的 对吧 反正我就只能给个建议 这种尽量别去碰 开板了很有可能又A杀了 又A杀了 这个很麻烦 那么现在10厘米的这种票 就接力 像这种都是土改 昨天的土改 对吧 你看都很差 其实走的 就是第一个走不出来 这个也是 对吧 就走不出来 那一旦10厘米的票 断板了以后 对吧 断板了以后 像这种三辉 今天就没了 对吧 那今天对这个 就是电改 你看这个电改的票 就是这种 昨天涨停的这种电改的票 就是杀伤力很大 那这种都是电改的票 心灵电器啊 这种对吧 都是电改的票 杀伤力很大 还有一些电改的票 就是对于这一类的 就是个股吧 对吧 就是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就是你10厘米的这种票 现在这种环境下 第一个赚钱效应没有20厘米的好 第二个呢 就是一旦出现回撤 有可能连续两个电停 就是因为它现在市场情况差呀 对吧 好 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关于今年不是20厘米的票 比10厘米的涨停的票 对吧 要来的好 交易的时候 为什么跟大家说要尽量呢 其实我说一个逻辑啊 当然这个逻辑是我 我自己觉得的逻辑啊 不见得就是市场认可 或者说我只是拿出来说 跟大家分享 大家参考一下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就是作为今年是一个权重定价 就是我们讲的是这个国字号来定价的市场 对吧 那大部分的油脂是不会去参与的 很多打板的量化也不会去参与的 因为这个地方他们参与不了 他们不是 他们没有定价权 他们说话不算话的 对吧 就是国字号的这些票 中字头的票 对吧 这种这个红利票 他们是没法参与的 那么怎么办 他们就会另辟先进 西进对吧 那另辟西进以后呢 那大家都知道 今年本身就是个落势 那么落势当中 你又想赚钱 又来到快 他们就会放弃掉 10厘米 直接主攻20厘米 直接主攻20厘米 因为同样做一个股票 20厘米的票 第二天的溢价也比10厘米高 对吧 还有第一天的这个收益也比低 这个 这个10厘米的来的更快 所以同样一笔钱 对吧 那我干嘛不去搞20厘米的呢 所以这就是造成了什么 量化一些年也是20厘米的产业链 所以你去看龙股榜就知道了 很多20厘米的票都是量化做的 对吧 就是量化的产业链从去年的10厘米 搬到今年的20厘米 那么还有一个是我个人认为的 当然这个我刚刚跟你讲的都是 我们在盘面上都能看得到的 对吧 就是碰到我 我这样干 你说我同样我3000万5000万的钱 去打一个板 我当然去打 就是去打这个20厘米的 甚至于是产业链是什么 就是量化的是什么 他先买好 他底下先买了两三千万 对吧 然后再用两三千万去 把这个股票拉起来 那这样的话 他第一个两三千万 他就赚20% 是这个道理吧 然后第二天只要能够出掉就行了 那他这个利润是很丰富的 要远比做一个10%来的更好 对吧 而且呢 当市场形成一个惯性的话 那么而且这些20厘米的票呢 又不是很大的票 所以他更容易吸引这种资金去跟风 这是一个 然后呢 今年我们看到的指数是双创指数 跌得很厉害 对吧 那按照A股每年的风格就这样的 如果今年整年都是这个红利强的话 明年一旦市场风格变化 就是明年一旦市场从防守转到进攻 那一定是双创表现的更好 而双创里面所有的股票涨停都是20%的 所以实际上今年的20%的涨停 或者说20%股票的趋势 是为后面 甚至于是科创版的牛市 在打一个基础 什么基础呢 就是打一个示范 20厘米的票 怎么走 怎么做趋势 所以 当然这可能是我个人的建议啊 因为我可能是比较敏感 对盘面比较敏感 做的交易也足够多 对吧 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想学习的话 你不是跟 除了我跟你讲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老师就是市场 你多去看看20厘米那些走趋势的票 对吧 不一定完全都是走连板 对吧 就是比如说断板了以后 他走趋势什么样子 多研究研究这些票 多看看他们的分时结构走势 我相信在今年的市场当中 你能把这些股票大致翻一遍看看 对吧 能够掌握一些规律的话 如果明年的市场比今年好 明年这个甚至于客创板指数能走出牛市的话 我相信你今年看的这些股票 你的这些画面感会对你明年的交易 甚至于从今年四季度开始的交易 有非常大的帮助 有非常大的帮助 很多东西就是潜移默化的 对吧 也许 我觉得我讲的算是早的 就是我跟你讲这些东西 你肯定是外面没有人跟你讲的 对吧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我自己也是在这么做 就是我在总结20厘米的票 他是怎么走的 他是这些资金是怎么介入的 怎么能够走深度的 如果是一个板块是有绝对的统治性的 他的深度是怎么走的 对吧 就是不一定是连板嘛 就是他的这个 就是结构 趋势的结构是怎么走出来的 对吧 当中他会出现什么样的回撤 洗盘 什么样的回撤是强回撤 什么样的回撤是弱回撤 那么弱回撤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出现的 强回撤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出现的 补跌会有什么特征 补跌的幅度 以及补跌的力度 是不是决定了这种20厘米的封片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透过不断的 就是跟踪盘面去看 去学的 对吧 所以我反正自己也是这么在看 所以我只是说 我想把我要跟市场学的东西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如果你愿意去学 那你自己也可以去看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 都是这个就是市场已经走出来的东西 那么 然后我们可能也会 以后的课程当中再跟大家慢慢跟踪总结 包括我说的 为什么20厘米的票 你买对了 或者说 即使你买对 因为今天赚钱了 对吧 那明天你怎么应对 其实这些方法都是我自己总结的 因为我也 我也有这个20厘米亏钱的 我也有赚钱的 那我当然要知道 我的亏钱 我的赚钱怎么来的 对吧 那什么样的情况 我怎么来应对 就是这个 好吧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这么多 啊 就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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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多了